大家好,我是莉莉,我中文名字叫张莉 今天晚上受朱迪的委屈,我和杜老师来分享一下 我们参加去年防止虐待长者的大使培训的一些体会 我和杜老师商量,由我来先讲 然后剩下的时间,有些时间我们杜老师领着大家 就一些相关的问题再讨论一下,就这么个思路 我想先分享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就是关于虐待长者有几种形式 我们了解了这些形式,我们才知道怎么样防范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因为精神虐待带有相当的隐蔽性 所以不好分辨,那么第二方面的内容 我们就会举一些案例,来让大家理解 第三方面就是如何防范我们的长者受虐待 就想通过这三个方面跟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讲第一个问题,虐待老人有几种形式 那么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分为四种形式 这四种形式呢,一个是精神方面的虐待 一个是身体方面的虐待,还有性虐待 还有财务虐待 就是大概来说我们就可以分为这四个方面 那么为了说清楚这个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呢 我们先要拨乱一些反正 拨乱就是搞清楚一些这个容易混淆的一些概念 或者是说法吧 这个PPT里头举了十个方面啊 就是对错 那个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在一般人,很多人眼里头 那虐待老人主要发生在养老院 是这样吗?其实不是 长者跟子女在一起的时候也有会虐待的情况 所以我们这样理解是不对的 不是主要发生在养老院 方方面面,什么地方都不 这是第一个错 第二个问题呢 虐待老人通常呢 只是陌生人和有偿看护人会中说 顾得保姆才会虐待老人 其实这也是不是这样的 第三个问题呢 这也是错误的 第三个问题呢 说失念者总会被抓到 这也是错误的 你像失念者 你自己的子女总能被抓到吗 所以也不是 这也是错误的 第四个方面呢 说如果没有外伤 帮你推一下说几句就不算虐待 其实呢 如果要是偶尔子女啊 或者其他人说两句可以 那长期的话 你推一下 这个说几句没有外伤 对老人的心理和心理的损伤是很大的 说也是虐待这样说也不是错误的 第五个方面呢 说照顾者因为压力才会导致虐待老人 是有的老人常年患病 完了保姆啊 或者在养老院呢 或者在家里呢 都不受人待见啊 但是你不能因为有压力 就虐待老人 所以这个 这不是主要原因 这也是错误的 你不能这么理解 还有一个第六个 第六个呢 就是家里不会发生虐待老人 其实呢 家里发生虐待老人的情况也是很多 特别是精神方面的虐待 大部分是发生在家里 所以这样认为也是不对的 第七个误区 就是说虐待老人呢 不是什么大事 一般呢 像身体虐待产生后果的话 那是犯罪 那是大事 那说那两句 推那两把 不算什么大事 其实这样理解 也是不对的 第八个 说老人不会受到性虐待 其实性虐待我们可以理解为 我们通常有的时候呢 它是除了我们理解的那种性虐待之外 还有你违背你自己的意愿 非要搂搂包包人家 或者是一些接触啊 也会有 所以我们通过阿里也会讲这方面的问题 说这是第九个 第十个 说受虐待者自己 第九个 受虐者都会自己报告的 其实大部分受虐者 特别是长者与自己的子女在一起的时候 都不会报告 第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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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者受到虐待 作为旁人 我们无能为力 就是你作为别人的事 别人家的事 不好管 其实这也是不对的 我们其实人人都有责 让所有的长者都开心健康的生活 这是我们在讲虐待长者这几种形式的时候 我们先理清一些 就是不正确的理解或者是说法吧 好 那么下面我们就展开来讲一下这四个方面 就是虐待长者的这四个方面 首先是身体虐待 身体虐待 这个很好理解 就是对老人动手 打老人 删老人 推老人 严重的会造成老人的身体伤害 比如说有瘀青 骨折 如果情况严重的话 那就是犯罪 你特别是在养老院 长期护理院的话 你如果护理人员只要动手 那你就是犯罪 那在家里呢 实际上子女如果要是对老人 这个也不尊敬 推推嗓嗓 造成伤害的话 也同样是犯罪 所以这个是比较好理解的 所以我们就一带而过 关于身体的虐待 那犯罪的话就叫报警啊 精神虐待 精神虐待呢 你比方说她分为语言上的女代 对党者 长者讽刺 贬低 恐吓 威胁 辱骂 责骂 抹黑 就是愁老人 见着老人就 语言上就尖酸刻薄的 让老人不开心 再一个就是疏远 就能暴力 我就不搭理你 有意识的呢 忽略长者的需求和情感 让老人呢 感到孤独 感到无助 感到被遗弃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控制老人 老人呢 做出自己的决定和自主的选择的时候 都被否 不行 所以让老人 不能够有自己自主的权利 行动和精神都受控制 第四呢 隐私的侵犯 未经长者的同意呢 然后就获取长者的信息 私人信息 包括信啊 私自进入老人的住所和房间啊 等等 这都属于侵犯老人的隐私 这个问题呢 我们等到放到第二个问题当中 我们会举一些例子 来详细的来讲 因为精神虐待大部分 是发生在长者与子女同住的时候 这个情况是比较多的 这是精神虐待 还有呢 下面一个是 他的形式 精神虐待的形式呢 有心理方面的虐待 贬低长者 人到老了 肯定各个方面都不向年轻人 反应的那么快 那么有些这个子女啊 或者是陪护者呀 就就认为长者又是处啊 这个心理上就就就就 对他进行一种 这个贬低 另外在语言上 用粗鲁的语言 对待老人 让老人总是感到 这个很孤独 很很无助啊 还有呢 精神上的虐待就是控制长者 长者想干什么 我不同意 那不行 那出门也不行 完了 然后这个 像自己自主的学点东西 都要听别人的安排 所以这精神方面就控制长者 然后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财务虐待 财务虐待呢 相对也好理解一些 就是财务虐待 大部分发生在亲人之间 子女啊 或者是老人的 近亲 近距离接触的人 这个主要他是指 长者不知情 特别是 有的长者跟子女 共同账户 那么长者 在不知情 不同意的情况下 他就滥用老人的资产 或者是资金 这个他还 可能涉及到滥用财产的 持续授权书 使用老人的钱 用于非预期的目的 或者是未经授权 兑现长者的支票 也可能是一次性的 也可能是持续的行为 也就是说 老人的钱 那么子女啊 或者是近 长者的人掌控的时候 他不经过老人的同意 私自就把老人的钱转移了 或者是赖花了 花到自己身上 买奢侈品了 买什么东西了 或者是说 就欺骗老人 授权给他 做一些事情 总而言之呢 就是通过欺骗 甚至是盗窃的手段 把老人的财产 或者是资金 滥用 或者是转移到自己名下 我们再往下翻一下 我是再往下翻一下 你看种类盗窃 就是盗取长者的财产 这个就比方说 跟子女是共同账户 那不通过老人 把老人的钱 就转移到自己名下去了 那你这 这显然就是一种盗窃的行为了 还有欺骗 用欺骗的手段呢 获取长者的财产 或者是钱财 骗老人 买这个买那个 所以老人有的时候 就听他的了 实际上他是用老人的钱 来办自己的事 另外强制授权 比如说这个老人有房子 或者是有什么 有价的一些证券 或者是怎么样 那就通过 威逼老人 或者是怎么样 就输权 输权给他 就把这个资产 非法转移了 另外再就是 冒充长者的身份 然后去获取长者的钱财 或者是说 未经许可呢 就去处理长者的资产 还用老人的钱去投资 或者是说 欺骗老人 就是去买一些 不必要的物业 买一些不必要的东西 总而言之 就是用老人的钱 给他自己办事了 不通过老人 把老人的钱 变成他自己的了 所以这都属于 财务方面的虐待 实际上这其中 有很多都属于犯罪 你像盗窃呀 还有这个财务方面的 很多问题 都会触犯刑法的 所以这是财务虐待 这个财务虐待 可以 可以 有的时候是可以 这个事情是很大的 那么财务虐待方面呢 它有很多迹象 所以老人们呢 有的时候也要经常的 关注一下 虽然有的时候 腿脚不利 不能去银行 但是你账户 总是自己想办法 看一看 或者是说 不要找一个人 来管你的钱 有一个第三者 来监督你的 监护人的行为 你比方说 如果出现不寻常的 银行业务活动 那你就要想一想了 你要大额的提款呢 转账呢 你就得想一想了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 还有签字人的突然变化 就是丢失和无法解释的财务文件 还有不寻常的购买 一些 你账户上 突然间怎么花特别的钱 你要买一些奢侈品呀 买优势度假呀 这显然都不是你花的呀 另外呢 还有你立的遗嘱 或者是委托人 或者是委托的一些事项变了 就是遗嘱突然变更了 受益人增加了 或者是减少了 这些都不是你做的 但是你经常要看一下 或者是让你第三个朋友再看一下 另外隔离 这个长者无法与亲人见面交流 或者是看护人就不愿意 不让别人来看这个长者和长者交流 就把长者和其他人的隔离开了 还有呢 未付账单或者是预期的一些通知 就说另外银行账户和信用卡上 又添加了一些姓名等等 财务虐待呢 很容易触犯的就是刑法了 所以老人们 这个不管是怎么个情况 你只要有能力 你要自己经常的去关注一下 下一眼 另外呢 疏忽照顾呢 它实际上是身体虐待的一部分 那你比如说 有的长者虽然跟子女在一起 但是呢 有的时候 衣食住行都得不到保障 另外呢 有的长者呢 在护理院 就是也得不到 这个最起码的一些 这个生活上的照顾 比方说不能自理啦 都不能及时的更换 一些这个 这个 就得到及时的 这个护理 或者是照顾吧 这属于身体虐待的一部分 就是疏忽照顾 下一眼 我们翻一眼 这个性虐待 这是第四部分 性虐待 性虐待呢 有的时候就是 这个 对老人的性虐待呢 是指 任何对长者 未经同意的性接触 或者是关注 这可能是性骚扰 无恰当的触摸 性侵犯 或老人不同意的 任何其他性互动 性虐待呢 可能发生在任何年龄 男女呢 都可能受到性虐待 性虐待的失害者 可以是任何人 包括护理人员 家庭成员 或者是熟人 或者是陌生人 对老人的性虐待 可能会带来严重的身体 和心理后果 比如说性传染啊 等等 身体方面的疾病啊 等等 这个 我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说 有一个老太太 有一个老太太呢 她不会开车 她去买菜 买菜呢 她就经常搭 她邻居的车 她这个邻居呢 每次呢 都要亲情抱抱 身体上的接触 她就很反感 那邻居就说 那你总搭我的车 这回报啊 是不是 你总得给我点回报吧 那实际上呢 这种行为 这个老头的这种行为呢 应该归属性 性虐待 他不同意这样做 你非要强迫人家这样做吗 是吧 另外呢 在疏于照顾 我再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说 有一个老人和孩子住在一起 和孩子住在一起呢 结果这个老人就病了 就要救护车之后呢 这个救护车是从车库里 把老人抬出来 抬出来之后呢 老人就进了医院 医院医生护士一检查 老人的身体状况非常差 一看就是明显的营养不了 于是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就报警了 报警之后呢 这个警察局就来人 给儿子儿媳妇带走了 带走了 那就问情况啊 你车库你说 你让老人去住 明显的营养不良 那肯定就对儿子和儿媳妇 有一些处罚呗 你倒是能不能管不能管 所以如果事情发展到报警了 警察参与了 那虽然对儿子不能判你几年 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你会称 你会留下污点 就是说对儿子的这个会留下污点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呢 也不是像想象的那么简单 像医院医生护士 他都有这个责任 或者是有这个义务 对一些老人的身体状况 他一看 他就主动报警了 不是说没人管 所以我们法治呢 这个第一方面 我们就就就讲到这儿 下面第二方面呢 因为我我这个也 现在电脑掌握的也不好 这个这个这个 灌灯片我也做不出来 所以我就拿嘴讲一些案例啊 我主要第二方面主要讲一下精神虐待 因为精神虐待呢 特别是有一些老人跟儿女住在一起 衣食住都无忧 就是说大部分儿女对老人的照顾 吃啊喝呀住啊没有问题 但是呢老人就是一天不开心 就是抑郁不开心 孤独 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所以我们通过举一些例子 来大家来分析一下 第一个例子呢 说有一个老太太 有一个老人呢 这个年龄很年龄很大 他所有的亲人都没了 就剩他侄女一个人 那么他侄女一个人呢 他侄女就得去照顾他呀 去看他呀 每次看到他呀 就就 尖酸刻薄 这语言非常难听啊 那现在又老又懒 你又活那么大 所以每次就是整个他心里 特别特别不开心 特别不开心 然后他又没有办法 没有别人了 就成他侄女了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 告他侄女啊 告告没人了呢 像他侄女的这种行为呢 其实是对老人 是对老人的一种精神虐待 他属于什么方面的虐待呢 应该归属于语言方面吧 语言方面的那种虐待啊 这是案例第一 第一个案例 如果我们不学这个 我们不参加培训的话 我们觉得 哎呀你看那么大岁数 人家看起来就不错了 说你两句就说你两句呗 但是老太太长期不开心呢 他不开心就对身体不好啊 所以 这也归属于一种虐待 如果我们上升到虐待 让他侄女知道这是虐待 他就应该总死起来了 第二个案例呢 就是 有一个长者 就是有一个 我们不管是老头老太太也好 住在孩子家 他呢开始呢就去学外语 但是呢他学来学去的基础差 就学得很吃力 很吃力之后呢 他就不想学了 不想学了就跟孩子说 我不想学了 我想出去干点别的 跳跳舞啦唱唱歌啦 他孩子就就不高兴了 你做那些事有什么用 学外语有用 就是就不同意他去干别的 你就得学外语 因为你在加拿大住的话 你学外语是最有用的 你不能事事都靠着我们 是吧 所以长得老太太 老头学吧又学不下去 干别的吧 又不能干 挺郁闷的啊 那么按照我们常规来说 这也不算个什么吧 那你学你就学呗 但是你长期让着拎着来 这个老头老太太他就不开心呢 所以如果我们通过培训 我们也知道 啊这不是说是这个简单的 你管管我我管管你啊 他实际是一种虐待 属于哪方面呢 是属于精神和行为方面的一种控制 我想干什么你就不让 就非要按照你的意愿来做 这是第二个案例啊 第三个案例呢 说有一个长者呢 原来自己住 后来呢 就跟儿子一起住 自己住的时候呢 本来邮件啊挺多的 跟儿子住在一起的时候 邮件就没了 哎呦呦呦呦 邮件也收不到了 信也收不到了 说怎么回事呢 后来儿子就说 啊我都替你处理了 那你说 这老头老太太就想了 我凭什么要用你处理呢 你也没告诉我呀 那儿子就觉得 你有什么 你有什么害怕我吗 所以这个老头老太太 就就不开心呢 不开心 未经她的同意 你就擅自给我处理了 那给我们平时理解 这不算什么吧 她帮你弄就弄了呗 很多事情你不是还要求的吗 但是如果要是说 长期以往 老头老太太心里很不痛快 那也会属于虐待啊 那是属于 侵犯她的隐私了 你不仅这个不是说进房间 没跟我打招呼的问题 你是连我的信件都 狮子给我猜了 所以这是第三个案例 第四个案例 有一个长者呢 跟女儿住一起 跟女儿住一起呢 开始的时候呢 她家里家务活 这老太太就全包了 什么都干 干久了之后 可能心里就不痛快呗 发发牢骚呗 发发牢骚呗 女儿你不高兴 好你不高兴 我不用你干了 你什么都不用干 你就等着吃吧 结果人家做饭 也不征求他意见 也不管他能爱吃不爱吃 然后我就不搭理你 你饭好了 我们做什么 你就吃什么呗 老人呢 有的时候 什么炸的油的呀 这这这 他也不能吃啊 但是就这样是 就是这样的饭 所以老人 我也什么都不用你干 你我吃什么 吃的东西又不可心 你想想 这个老人 他就显得很无助了 很孤独了 人就都不搭理你了 而且饭菜有的时候 不适合老人 对老人的身体也不好 那么如果像这些家务事 在我们平时都感觉 没什么样 你说你发什么牢骚啊 或者是怎么样啊 你你那或者是 你不发牢骚孩子 对你那咱自己 没教育好呗 我们可能这么理解 但实际上呢 这也是一种虐待 这属于什么 也是属于 控制老人 违背老人的意愿 也属于精神虐待的一种 第五个案例 第五个案例呢 说有一个老人呢 身患疾病 这是他是有媳妇的 有妻子 他妻子呢 就是照顾他 但是每次照顾他 很不耐烦呢 不管有人没人呢 就数了他 你又笨 你这个 这个什么都不能 他赶不上个孩子 一边干一边数了他 说我以后可不能像你这样 整的他在别人面前 一点面子都没有 说整的他整天呢 就是催头丧气的 就失去了要活的信心了 那我们平时要是 看到这种情况 可能也有很多 这样情况吧 那你就忍一忍呗 是吧 就认为你忍一忍呗 那你什么都不能干 还得靠别人 那其实呢 如果我们这个 通过学习 我们知道 这也是一种虐待啊 这属于精神虐待的 这个语言方面的羞辱 你干与不干是一回事 你这边干这边 拼命的数了 又是一回事 是吧 第六个案例 说有一个老人 跟女儿住在一起 这女儿呢 倒对的挺好 但就是不让她出门 你又不懂外语 你又不懂这个什么 又不认识路 说是你身体 你腿脚又不利索 你这要出门 要摔跤了 走丢了 我又在请假 去照顾你 反正总而言之 就是没鼻子没脸的 只要想出门就让 整个老人 就是一个朋友也没有 天天在家里头 就特别的孤独 抑郁 所以细想来 那你说 儿女 别人说 你看你工作 对你那么好 你怎么还不满意 那细想起来 那老人毕竟是个人呢 你就是个猫狗 你是不是也得遛我 所以长此以往呢 对老人的心里头 就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就极大的伤害呢 严格的来说 我们学完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在想 这女儿实际上 就是也是对老人一种虐待 不光是处于好心的 你这好心过了头了 而且你总是长期这样 不是一次 长期这样的事的话 那你实际上 就是控制老人的心理 而且你贬逼老人 他又不是说不能走 所以像有些家里的事情呢 就很有 很具有隐蔽性 所以我们通过这些案例呢 也能认识分辨一些是非 那第七个案例 我们是第八个案例 说还有一个长者呢 是女儿担保来加拿大 来了之后呢 这个女儿就不搭理她 就疏远她 我估计女儿可能生活上 是不是也比较紧张一些 来了觉得老人是个累赘 就就疏远她 不搭理她 一说起话来就尖酸刻薄 你什么都不行 你还得靠我 怎么样的 所以整个的老人 这留在这也不是 是走也不是 实际上 如果我们现在 这个学了这个 经过培训和学习之后 我们也知道 这也是一种虐待 至少是疏于管理吧 或者是疏忽老人的情感呢 对老人 他这个多了 语言方面呢 也那个什么 语言方面 是不是对老人也不善 所以这是第八个 第九个呢 说有的老人呢 他不会英语 就生活呢 有很多事情呢 要请教孩子 这个孩子现在呢 说实在也不容易 工作也很忙 完了一要问他们的时候 就不耐烦了 你什么事都问 你什么都不懂 就呵斥了 你什么都不懂 你吃的爱呀你啊 这可能对一些教养 稍差一些的 这个家庭里头 这种情况可能经常发生 有的人呢 忍一忍也就过了 有的人觉得 还自己家的事情啊 不可擦手 实际上 长此以往 这样对老人的话 就是对老人的一种虐待 那么这属于贬低老人呢 还有辱骂老人呢 都属于这个范畴 精神虐待的一部分 那么最后一个案例呢 就是有的长者来加拿大之后呢 就有信仰 就是很多人 主要是信耶稣啊 信基督教啊 或者信佛教啊 有信仰是好事啊 可是呢 孩子们反对 他有的孩子都不信 他反对 反对老人去参加活动 反对老人去捐一些钱和物 激励反对 这实际上 也是精神虐待的一种 就控制老人的行为 所以呢 有一个统计资料啊 这个是我们上次评训 说是叫 叫 齐慧 齐慧慧 这么一个 那个一个是服务长者的 这么一个机构 他有统计资料 说 就是在精神虐待这方面呢 真正施虐者 儿子和儿媳妇 占了65% 对老人实虐着啊 女儿和女婿占了22% 女儿占了6% 儿子占了4% 如果单独的话啊 就是有这么个统计数据 不管它可靠不可靠 这个统计数据肯定是经过 调查问卷来的啊 不管它是收集的全不全面 也就是说 精神虐待 它大部分是发生在家里 而且呢 别人很难插手的事情 但是精神虐待的后果呢 很严重 你长此一往 老人天天不开心 他心理不健康 他必然导致身体不健康 他身体不健康 那你想一想 这个老人有什么幸福 万年可言 所以说呢 我们说这个 这个虐待长者呢 不仅仅就是身体方面的 财务方面的 这个大家明眼一看 马上我们就能分辨 是对随对随错 精神方面 发生在家里的很多事情 你就很难说 很难说 所以就说老人不好过 不好过 主要是 有的时候是在家里头 他也不好过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方面 我们用阿力来讲的这么一些 这个分析了一下 第三个方面 我还需要视频 第三个方面呢 那就是如果这个 我们怎么来保护受虐待的长者 怎么来保护他们 那么这个视频当中呢 这个幻灯 这个教科 这科件里头就写得很清楚 财政方面的支持 住房边方面的支持 心理支持 社区支持 还有家人的支持 那你实在跟孩子住不到一起了的话 那就是闹翻脸了 你得想明白了 你可以申请避难所 或者是你早点规划 去住连租房 那你如果年线到了 有老人金 或者是有什么 经济上能够相对独立一些 这都是办法 另外你心里 心里头 如果确实是不开心 你可以打这些 你可以寻求一些帮助 参加一些社区的活动 你得有朋友 老人需要有朋友 因为老人需要一种情感的 叫人嘛 需要情感方面的交流 所以你还是要参加 积极地去参加一些社区活动 另外呢 得到家人的支持 我想呢 如果我们的老人好好说话 好好地和子女商量 很多事情也没那么复杂 所以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呢 这里头呢 有很多支持性的服务 这个以前朱迪呢 也介绍过很多网站 有很多的信息 大家就是可以 就是可以 我们可以推广告诉一些老人 他们怎么来寻求一些帮助 除了这块能天上的内容之外呢 我想呢 就如何保护受虐长者呢 除了就是住房方面 心理方面 财务方面 政府有一些支持之外 也就是说 来自于外部 你寻求外部的帮助 他可以帮你解决一些问题 来这个保护你之外呢 我觉得老人自己 也就是说长者自己 你的自我保护 也很重要 你自我保护呢 包括什么呢 首先要充实自己 充实自己呢 就是让你自己变得强大 你变得独立 你像朱迪他编了几集 关于老人自强自力的 就是我们老人的这个榜样 其中就有我们杜老师 我们杜老师八十多岁 自己住 而且呢 每天呢 还教学 备课教学 我就跟杜老师学走秀 那身板 八十多岁 我们根本比不了 那体力 所以像这样的老人 怎么能烦着孩子 很多事情自己就办了 还有一个罗斯奶奶 人家八十九岁 背着花板去画画 还能办画展 所以呢 我觉得 除了告诉老人 寻求外部帮助之外 还得鼓励老人 首先 充实自己 让自己强大 让自己变得更独立 其次呢 要强化自己的支持系统 没说吗 关于亲人 跟亲人 特别是鸡和子女 住在一起的老人 我觉得要学会说话 老了嘛 人无论多大年龄 都要活到老 学到老 我现在也是老人 马起始了 过去呢 你对孩子说什么都行 但是现在呢 你对孩子说话 你要先想一想 因为他不是孩子了 他的能耐比你大多了 你不能掐着腰 我养你不容易 我就要靠你 我就要靠你 那人能高兴吗 是吧 所以要学会说话 包括对老伴 包括对自己的子女 包括对邻居 就是与人为善 好好说话 另外呢 积极地鼓励我们的龙者 去参加社区活动 参加社区活动呢 不仅是锻炼身体 人们需要感情的交流 情感的交流 另外你有朋友啊 需要有朋友 如果你是自己过的话 你需要有朋友啊 每天 哎 杜老师 你看 今天来上课 杜老师怎么 今天没来上课呢 很多人就会关心你 是吧 所以说要参加活动 要有朋友 要了解各种对自己 有用的信息资源 你现在都会玩手机 你玩那些没用的 你就不如看看 云上俱乐部那些 那些资源 我觉得每一桥都非常有用 你想旅游 你不能出去 你看看人家拍那些视频 不是也很好吗 你想了解老人 有哪些福利 你不想跟孩子住了 你了解一下 我怎么能申请搬出去 所以自己的事情 自己最早 最自己上心 求别人都是辅助性的 所以老人自强自大 这个太重要 另外呢 如果要是住 长期护理院的话 这样的老人呢 你要跟子女商量 要提醒他们 经常来探视自己 因为如果要是 长期住老人院 没人去看 也不行 也不行 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还有呢 就是要活在当下 不仅要活在当下 还要安排好自己的事情 你现在有些老人 比方说自己有个房子 或者有点钱 你呢 事先 你在健康和清醒的情况下 你要安排好 要让子女放心 要不要给子女添麻烦 你特别是自己 名下有房子的时候 你早点做遗嘱 你要是没有这个遗嘱的话 你将来突然间 哪一天有个意外 这个房子就被政府 先封存起来了 你孩子要通过 很麻烦很麻烦的手续 还要付出很多的钱 才能把这个房子 归到你孩子的名下了 所以事先的做好遗嘱啊 安排好自己的一些委托呀 这都很必要 因为岁数大了 头脑清醒 身体健康的时间 可能会越来越少 所以有些事情要安排好 我去年就赶紧做了遗嘱了 让孩子放心 我自己也放心 另外呢 对自己呢 要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或者是评估 你对孩子 你不要以为你养育他 长大成人 你就要靠他 你就要他养你 这样想不好 就是说不闹人 咱不闹人 不粘人不闹人 但是也不强撑着 能干的事情干 不能干的事情就不干 需要帮助的时候 就好好地说 所以总而言之吧 人到老了不容易 善待自己 但是更要善待你的亲人 和你周围的朋友 希望我们所有的老人 都能够过得健康 开心 我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剩下的时间 我们杜老师来分享 15分钟 大家好 我叫杜丽颖 我来到加拿大的时间不长 那么感谢这个疫情把我留下来了 我来了这五年 我对加拿大越来越爱上了 那么这个爱上 其实很大一部分 还是取决于 我了解了多伦多 我了解了加拿大 我觉得它是我们老人 生活的一个非常好的美好的家园 那么怎么会了解到加拿大呢 那么话又说回来 我来到加拿大以后 我就认识了旧地 然后参加了云上基罗部的活动 给我真的扩开了我的眼界 我知道我该做什么 我在这里作为一个长久的居民 我应该懂得什么 哪些事是应该去做的 哪些是不应该做的 所以呢 我觉得我现在头脑很清醒 那么今天谈到这个 防止略带长者 这个概念呢 我在国内 虽然我是做了几十年的 这个教育心理的老师 但是这个名词 这个概念 对我来说是陌生的 因为我们在国内 没有谈到略带长者 没有把这个呢 看成是一个社会问题 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 那么我作为儿童教育工作者呢 我是教儿童教育心理研究的 我很重视家长不能 那个启发孩子 我们仅仅把这个启发孩子呢 是作为一个什么 教育的方法 而没有提高到 这是一个什么 带有政策性的问题 带有人身攻击的问题 那么我通过了那个 在云上俱乐部 这个防止略带长者 大使的培训 我真的我现在 我明白了很多 那么我觉得呢 这个培训的目的呢 其实我觉得是三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 作为我们长者 我们老人 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 我们要学会识别 什么是略带 我们受到了什么方面的略带 我该怎么去应对 那么作为年轻人 作为直理 我觉得我们在座的很多 很多朋友都是属于直理 你们还没有到了 我们这七八十岁的年龄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对长者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客观存在的问题 我们该怎么样去对待我们的老人 我们在语言上 我们在行动上 我们在对他的生活照顾上 我们在他的财政上 我们在对他的 考虑他个人的需求上 我们该做些什么 那么哪些是我们不该做的 我觉得通过学习 我们应该避免 我觉得应该修正我们的一些 一些这个思想理念 另外呢 作为旁观者 如果我是第三者 那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去帮助 这些狩猎的人 和撕裂的人 我觉得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 去理解这个问题 而不是说单纯说 哎呀对我们现在 我们家挺好的没事 这其他的事不关我们的香港 其实不是 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而且呢 它会引起了 这个狩猎者来看 产生很大的 精神上的负担 导致健康上的影响 那么现在我想给大家 时间不多 我想给大家说 讲个故事吧 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 我这个故事 我想了很久 如果我现在在国内上课 我会把这个例子 作为心理学的那个教材 给大家说 那么在这里呢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有一个朋友 他跟我是同乡 他在我们 就是我们贵州省贵阳市吧 他是一个剧团里的 一个音乐的作曲家 这个老头呢 很帅的 有差不多一米八的个 人也长得在那里 而且呢 很有文 很有才学 他不仅作曲 他有时候还写剧本 而且呢 写一笔好字 那么别人对他来看 都确实很尊敬 他在家里呢 他的老婆呢 就是他们剧团的演员 这老婆呢 很能干 家里的事里里外外呢 他都全包了 然后就让这老头呢 全心的去搞创作 但是很不幸 老头在六十多岁的时候呢 老婆就因病去世了 这一去世呢 对老头就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那么这还不说 货不单行 两年以后 他的儿子呢 又因车祸呢 也去了 那么他就两个孩子 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那么老婆 老伴走了 儿子也去世了 所以呢 对他来 整个那个生情是打击了 我们真的可以想象 他的女儿呢 已经很早就移民到了多伦多 后来呢 他女儿就想动演他过来 他就不愿意 他觉得我呢 去到那里 语言也不通怎么样 他女儿呢 就把他呢 就送到了一间 就是中上等的一个老人院里面 这个老头呢 有点清高 那老人院里头 经常搞一些活动啊 那些大家唱唱歌啊什么的 工作人员请他 就说李老师 帮我们去和尚队指挥一下怎么样 他不消一顾 跟你们这些老头老 他得有什么搞的 他不愿意 所以就一个人就就闷在家里头 有时候呢 看看书啊 写写字啊什么的 后来他女儿 发现他的整个情绪不好呢 就就把他接到了 那个多伦多来了 那么2019年 他比我早来了大概半年吧 来了以后呢 他的女儿呢 这个家庭也是啊 他的那个女性呢 也因病了 也去世了 但是他的女性呢 在国内呢 他是搞房地产的 留下了一大笔钱 所以他来到这里 他是那个投资于民 来到这里呢 住在我们就是多伦多的 这个东边 很大的别墅 那耗时也是什么 条件都很好 那么他的家庭 家里的经济情况非常好 这老头来了以后呢 他的女儿很孝顺他爸爸 只要爸爸想吃什么 买什么 想穿什么 就给他买什么 而且呢 带着他呢 周边到处去旅游 就是多伦多的 所有的什么 越南馆啊 什么什么 韩国馆啊 日本馆啊 什么上海馆 什么什么 什么样的餐馆 他女儿都带他去吃 那老头也是个吃货 很会吃 也特别爱吃 但是来了以后呢 因为疫情呢 也回不去了 但是呢 他的那个精神状态呢 就慢慢的不好了 家里头也不爱说话 他女儿就很着急 他那个女儿的儿子呢 那外甥呢 非常优秀 在多伦多呢 多大呢 毕业以后 又到美国去读了研 现在在银行里头 做一个很重要的职位 年薪大概是30到40万 家里的经济情况非常好 所以女儿呢 会满足他爸爸的要求 都给他穿的是名牌的 什么样 但是老头来了以后呢 心情就不舒畅 就总是想回去 后来呢 女儿就很担心呢 就找到了我 因为我的儿子跟他的 跟他的那个老头的理系呢 是同学 大学的同学 而且呢 我们关系一直都比较好 他的女儿就找到我 就是阿姨啊 你能不能去 跟我爸爸 帮我爸爸做个伴 那我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我觉得老头呢 他是搞音乐的 搞艺术的 他是有很多东西 他有很多很浪漫的想法 但是呢 我看见他以后呢 我觉得他 整个人呢 就变得很呆次 有时候就不爱说话 但是我跟他接触了几次以后呢 因为我是搞心理学的 我会呢 就是投其所好 我去了以后呢 因为他搞音乐 他搞戏剧创作 我喜欢唱金剧 然后我就会 到他那里去 我就是 我说李老师 我唱个金剧给你听 你帮我指振一下 然后呢 他听我唱以后 他就会说 哪个地方 你的速度要放半 哪个地方的那个 那个下滑音 你要怎么 他就认为呢 他的才华 能够在我的面前展示 所以他很高兴 所以以后 他就叫他女儿 就说 一个星期 你就把阿姨接过来 来了以后呢 后来我就陪着他 我牵着他的手 到公园散步 而且呢 我坐下来 我要给他说很多 讲很多故事 讲以前的经历 讲我现在的学生的情况 他非常开心 所以他女儿就说 哎呀 阿姨来一次以后 我爸兴奋的不得了 以后呢 他就会 每次呢 一到时间 就吹着他的女儿 赶快就把阿姨接过来 他就会 头一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很兴奋 到了第二天呢 他会梳妆打扮 胡子刮掉 还怎么怎么的 打扮得很精神的 然后到大路口 去接车 那么我跟他接车当中呢 我就慢慢发现 我说这个 这么一个有才华的人 为什么会心情不舒畅呢 我就在观察 他们家里头的生活状况 整个一天 早上接我去 晚上送我回家 我就发现呢 他们 他的女儿 跟他的那个外孙 就会给他呢 有很多的约法三章 比如说 吃饭 不要他自己盛饭 要有他的女儿 或者是外孙的给他盛饭 那个小碗 只能是到什么样的程度 七分 不能超过八分 七分半都不行 而且这个饭呢 必须他的女儿 跟他的外孙 给他盛饭 而且呢 告诉他 满桌都是 加一肉 就蔬菜 老头就喜欢吃肉 但不行 你只能 肉吃几片 鸡吃几块 然后呢 你的这个蔬菜 必须要吃多少 有时候老头又管不住 然后他们就给他 做了一个盘子 一个盘子 就把他的 应该吃的份量 给他分到旁边 一定要吃晚 怎么样都不能顺 蔬菜一定要吃晚 鸡鸭鱼肉 一定要吃晚 还有呢 比如说 在几个例 他们规定了老头 坐着吃饭以后 起来 必须第一步 先用双手 撑着桌子 先扶着桌子 然后站起来 或者是扶着 那个椅子 坐着椅子 有扶手的话 先扶着椅子 站稳了以后 才能够动脚 离开那个桌 那么我去了以后呢 他很兴奋 他一看我先吃完了 那老头就赶快要起来 外甥就说 外公不行了 回去坐下来重坐 重新坐一次 老头很无赖 看着我苦笑一下 重新来 站起来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后来呢 有一次呢 我对这个问题 就引起了重视 有一次呢 我中午 我们吃完饭以后呢 那个老头呢 就看见我去了呢 他就不上他的房间 睡午觉 他就在沙发上睡了 我呢 我就在听里头看电视 后来他看完以后 他睡起来以后呢 他看见我在嘛 老头真的对我挺好 挺喜欢我啊 他就想了 今天你来了 他就到冰箱里头呢 就拿了一个杯子 倒了两杯牛奶 然后就就就就 给我一杯 就说下午茶吧 两杯喝一杯 现在这个时候呢 他的女儿就下楼了 就看见了 马上就从他的 爸爸的手中 把这杯子抢过来 拿过来以后 就把这牛奶 就倒到了 那个洗碗的池子里头 就告诉他爸爸 老爸我告诉你 今天你的定量已经过了 早上你已经喝了一杯了 你现在就不能再喝 你再喝的话 你胆固醇就会高 老头也很无赖 然后他女儿走了以后呢 我为了解这个僵局呢 我就拿了杯子 倒了我的一半给老头 老头在脸上呢 才稍微有点笑容 那么我跟他出去 出到公园 他们家有规定的 老头自己出去公园 他们旁边就是公园 那么规定的时间 四十分钟以内 而且呢 画了图 从哪条路去 从哪条路回来 因为什么呢 如果你要是超过了时间 我们会发现你会出问题 另外呢 如果你不按沿路走的话呢 我们就找不到你 那公园这么大 谁知道你走到哪去呢 所以呢 你必须按照这个路径 这老头每天出去 就是这么 就像那个 那些驢拖车一样的 脸墨一样的 就按照这个路 就走 而且不能超过时间 必须在四十分钟之内回来 那么他的女儿 在我的面前就跟我说 哎呀 我爸爸真的是老了 他管不住自己 就要靠我们 真的需要把他管住 我就希望他不要生病 我希望他不要摔跤 我希望他渐渐康康的 怎么怎么 那么他的女儿 跟他的外甥 确实是 他的出发点 是为了保护这个老头 不让他出问题 但是老头呢 心里头就很不舒服 每次都跟我在一起 他就跟我说 他说啊 我很想回去 我希望你能不能 如果我回去 你也一起回去 我那里有房子 我的房子是空的 我三房一清 你能不能跟我呢 一起在一起 我非常喜欢你 这叫我啊 我亲爱的丽莹 我真的很喜欢你 那么我当时是 我就想了 他之所以这么对我 那么好 是因为他什么 他的内心很空虚 他很孤独 他没有一个人 可以对他 表达他自己的心愿 那么孩子对他的 这些要求呢 他是很无赖的 被动的去接受 但是他的内心 他并不乐意这样做 所以他就跟我说 他说 我想回去以后 我爱吃就吃 我喜欢买多少 我就买多少 我一个人有这么多的 因为他是 他是国家一级演员嘛 他的工资 退休工资也挺高的 他说我呢 我爱吃什么 我买什么 我早上吃晚上吃晚上 半夜起来 我都可以吃 那么这句话里头 我都听得出 他在发泄 他的内心的不满 不满什么 就是他的孩子们 对他的过分的要求 所以有时候 我们会理解为说 好心 办了坏事 他的女儿 没有这样发泄 后来呢 后来我那个 他是去年的春节期间 那就去世了 在去世之前呢 正好是什么 元旦节了 什么那些 什么那个圣诞节了 我就比较忙 我成天要拍节目呢 我就没时间过去 后来他就成天呢 就就发微信 跟我说 你什么时候过来吧 我真的很想你 但是我真的走不了 因为他比较远 我又不会开车 转来转去的车呢 我儿子又不放心 让我去 所以我就好长时间没去 没去以后呢 到春节之前呢 大概那一月吧 我就去了一次 我发现他整个人 好像不会说话了 而且一坐在那里 他看电视 我说你看什么 看什么 我都不知道 我就觉得 是不是有点 进入痴呆了 我的心里很着急 我跟他女儿 谈过这个问题 我女儿说 是啊 阿姨你不来吗 我爸不开心 他就把这个问题 就认为说 你我爸没朋友 所以他不说话 其实不是这样的 他的爸爸的心 他的心灵深处 已经受伤了 他已经感到 非常的 对生活来看 对他一点没有希望 成天就这么 周二复始的这么过 而且呢 这样限制 那样限制 想怎么样 都做不到 所以呢 他整个身体 就美方日向 后来呢 就是春节过了 大概年初三吧 他有一次来看 就自己来洗手间 他就洗澡 穿衣服 穿了裤子之后 一站不稳 然后就摔下去 摔了以后呢 头就碰到 那个旁边的 一个桌子上 那个椅子上 就把那头 厚烙烧了 就就就 栽了一个小洞 然后就流了很多血 然后呢 他女儿就着急了 打了911 就送到医院去抢救 后来呢 去了以后 在医院四天 他爸爸就去世了 那么我从这个例子呢 当时呢 我跟他接触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还没有参加 这个略的长者的 这个培训 我把它理解为什么呢 我是说 他女儿过分了 管得太宽了 那么我发现 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我当时也不好表态 如果我支持他的女儿呢 那么对的老头 就是一种伤害 这是一种很残酷的伤害 但是如果我支持老头呢 那么女儿又会说 阿姨我请你来 是帮我爸爸的 你还站在我爸爸那边 你以后来看 我们怎么去教育他呢 我们是怎么去管理他呢 所以我觉得我很为难 因此呢 我的态度就是 保持一个中立 她女儿走了以后 我就安慰了老头 我说 哎呀算了吧 我说等到那个 那个航空 那个班机 恢复正常了 那你回去 我陪你回去 这老头呢 就寄希望 寄希望 你能够回国去 回到自己的家乡 但是呢 他的愿望没有实现 最终呢 他还是 离开了我们 所以从这个例子呢 我自己是这么想 从他的女儿的角度来说 他的外甥 他的出发点是好的 他保护他的 他的爸爸 他的外公 不要他健康上受到 怕他摔跤 怕他出现迷路 怕他中途出现什么闪失 他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呢 他的做法 他没有考虑到老头的感受 他没有换位思考 老年人需要什么 他需要的是温暖 他需要的是宽容 他需要的是对他的体贴 虽然他的衣食住行没问题 吃得好玩得好 但是他的内心是空隙的 他需要一个人来帮助他 理解他 能够跟他说说话 能够说爸爸 你今天吃喝 又喝两杯牛奶 你是不是还想喝啊 那没问题 最多喝了以后不吸收 那么就大小便排出 如果说他的女儿能够这样子处理的话 我相信他爸爸还能够继续再活十年 没问题的 老头很帅的 而且呢各方面来看 真的都 他是有文化的人 那么导致这样以后呢 到了后来我通过了培训学习以后呢 后来他爸爸老头去世以后 他女儿就到我这里来 我就跟他长谈了 差不多四个小时 我说 我说妹妹啊 我说我觉得你 在你爸爸的问题上 我觉得你做得不对 不可能啊 阿姨 你亲眼看见我对爸 那么孝顺 我真的是笑 是一个笑女啊 我说是的 我说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那是你的做法 我说你有没有考虑 你的爸爸的感受 他有什么感受 他现在都 他都像小孩了呀 我说对呀 老小老小 其实我说每个人 包括刚出生的婴儿 他都有思维的 那老年人 他经历了八十多年的风霜 他自己有自己的习惯 他有自己的思维 他有自己的组建 然后你剥夺了他的所有的想法 你强加了很多东西给他 我说你导致了他的精神不愉快 然后呢 精神不愉快 导致他的免疫的迹象 我说他已经快要进入到老年时代了 那如果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说你的那种苦心 你就白费的 所以他女儿听了他都哭了 他说阿姨你早跟我说这样的事的话呢 那我可能会对我爸爸 我会很宽容一些 我说这些事来看 咱们都是什么呢 很多事都是经一世 长一世 我说我通过你爸爸这个事来看 我说我会引以为戒 以后我发现 如果有些子女对他的父母来看 是那种恨且不成刚 把他的父母来看 老人当着小孩来对待 什么都要服从指挥 如果没有把老人跟你摆在一个平等的位置 你没有尊重他的人格 你没有考虑他的需求 那么你对他就是一种伤害 所以我觉得这个例子 可能我耽误大家一点时间 我就觉得我对这个问题 我觉得她女儿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什么责任就是刚才我说的 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老人 我们怎么样换位思考 她去考虑她的想法 即使说她的生活上 有一点点的什么 超乎你们的要求 我觉得我们应该很正确的 或者是很耐心的给爸爸 给他一种 讲解一下 你这样做的话会怎么怎么样 会怎么怎么样 而且当着我的面 把她的爸爸的流来 从手拿过来以后 倒到十字里头 而且给爸爸说 如果你在这样的话 以后我不给你买流来 我会把冰箱里的所有的流来倒掉 不让你再喝 后来当时我在旁边 我就说 哎呀我说妹妹你这样不对的 我就说了这么一句 老头当时心里头 马上脸上就无意迷路 就整个脸就沉下来了 所以我就想了 我说你这个事 我就给他起这个例子 我说你爸爸换的是你 相心比心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对你 你会怎么想 而且他没有吃到你的 他有退休机 是吧 而且他自己生活能够治理 我说你这样对他的话 这就是一种 真的是一种伤害 那么现在我就提到 我觉得 提到原则上来说 我觉得这就是有虐待 就是一种典型的精神上的虐待 一种控制 就是不让你有你的思维 你必须服从我 因为你跟我住在一起 我现在要管理你 我要让你健康 那我作为女儿 我一定要保护你的健康 那我怎么保护你呢 那我就要把你管好 把你管好呢 那你一定要提我的指挥 所以呢 女儿来看对他 而且他就越来越来 他很利反 他一利反 那女儿就反过来 跟他的外甥两个就 联合起来对他这个老人家 所以我就觉得他老人家 后来我相隔大概有一个多月 没去他家的时候 我发现脑子整个来看变样的 坐在那里看电视 傻乎那么做的 我说你看了什么 我不知道啊 看什么都不知道 那不是就是行事走路啊 那么这人活着有什么意义呢 那要是我觉得 我作为他的女儿 我发现爸爸出现这种情况 我应该反思 我是不是对我爸爸来看 要求太过分了 是不是我对他某些方面 做得太 没做到位 但是呢 我觉得年轻的人 往往会认为说 我们是好心 我们对老人已经做到了 你看他吃得好穿得好 住在这个大别墅里头 我什么都给他做好 我没有他 碗都不要他洗一个 我对他还不好吗 我裂代他吗 其实我觉得精神上的裂代 真的 往往还比 其他的那种其他的财物 什么的裂代还更厉害 因为他是看不见的东西 他对人的损伤 那种伤害 就像树 我们给他剥皮 一层一层的剥掉 最后留下一点树心 就无法活 没法生活下去 所以我觉得通过 我通过学习以后 我自己就觉得 我对待很多问题来看 我比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我有一个是非的概念 而且呢 我就愿意 或者他女儿就很感谢我 他说 哎呀 早知道 你通过这个学习来看 你早些告诉我 那我就不会这样的 所以他很伤心的 哭哭了 很长时间 后来我就安慰他 我说行啊 我说我希望你呢 把你的思想传递给你的儿子 我希望你老了以后 你的儿子不要这样对你 所以呢 我觉得啊 其实我当时来看 我通过学习的时候 我参加培训以后 我去到他家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情况不好了 所以当时我也没有说 本来我动员他 我说我们的走秀里 都缺少 很缺那些帅哥 说你到我们的那个 那个走秀队去吧 因为他也不会开车 而且又坐着那么远 他住在东边的 比较远的地方 他要是过来 跟我这里活动呢 肯定也是有困难 所以我当时也没提 我也没说 主张他呢 怎么怎么用 所以我自己也感觉很遗憾 我通过了学习 我应该对别人有所帮助 但是呢 确实啊 这个时间呢 恰恰错过了 所以呢 我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例子 我是谈我的感受 我自己本身是做作为一个老师 我在反省我自己 我在这个方面来看 我对别人有没有帮助 那么我要去 而且呢 我会把这些东西呢 给我的媳妇 我的儿子做先传 我要他们以后 要善待我 要善待所有的老人 包括他们的 你的岳母啊 岳父啊 以后你还会老 你老了以后 你怎么去处理自己的问题 你怎么样 怎么样的自己自强 刚才莉莉也谈到了 我们作为老人来看要自强 首先来看我们要对自己来看 把握住自己 我们该做什么 我们不该做什么 哪些东西我们能接受 不能接受的东西 我们怎么样请求别人的援助 外界的支持 朋友的帮助 这些都是很 很重要的一股社会力量 所以呢 我今天呢 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呢 我觉得我谈了 我自己的感受 我希望我的这个例子 我这个故事 对大家能够有所启发 能够对待 有所希望 谢谢大家